听说这个金锐啊 是金董的独子 年纪轻轻呢 就读了美国名校 这一回来 就是几庄大的收购 被誉为 最有影响的青年企业家 傅家公子哥 我见过不少 还没有见过 不被我迷倒的 江辉啊 这件是你爸爸 从国外带回来的新样子 你穿上应该还不错吧 衬上我的脸 它还是逊色了 将就穿吧 我的老板 楼下的车子 已经等你很久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老爷子非把我的手机 打爆不可 今天 可是您和沈氏集团 见面的日子 您可千万别迟到 上连的那个买卖 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你买进 上连的股票之后 就连续跌了一个星期 我寝食难安 生怕有什么失误 但是现在啊 老板 你知道吗 人人都夸你有眼光呢 我的字典里 没有失误这两个字 我打一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董 盘船你好 你好 长青啊 介绍一下 这位是金董 金伯伯 小女长青 金伯伯 你好 长青啊 你好 金伯伯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金伯伯 我叫丁家伙 这位呢 是我潘叔叔 家伙是我朋友的女儿 长青啊 这是你金伯伯的公子 金睿 你好 我是沈长青 你好 金睿 你好 你好 长青啊 这两天金睿 要在江州逗留几天 金伯伯呢又有事情要忙 我想请你帮忙 陪着金睿到处走一走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呢 愿不愿意啊 只要金睿有什么地方想去的话 尽管跟我说就是了 那可太好了 那我就把金睿拜托给你了 潘总啊 请他们上车吧 好 长青啊 去吧 请上车 你干什么去 爸 我觉得我带金睿走走更合适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在外面不要叫我爸爸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这个重要吗 听说最近华雅的几个重要的案子 都是由你负责的 很多财经杂志都已经预测 你是未来之星 商业界的天才呢 财经杂志良又不齐 购买需要谨慎 金先生难得来一趟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想去啊 像沈小姐这样的大小姐 像沈小姐这样的大小姐 对于什么地方好吃好玩 限量版的服装什么时候上市 应该了如指掌吧 所以 悉听分辨 金先生说话一直要这样带刺吗 没有想到金先生见多识广 居然也有这么浅薄的看法 如果金先生 你认识的女生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真替你感到悲哀 金总啊 咱们谈了这么多了 您对这个项目感觉如何呀 潘兄啊 我对咱们这次的项目 充满着信心呢 肯定的 对了 潘兄啊 不愧是你们沈家的接班人哪 沉稳大气 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哪 金总啊 你该不是被令郎 看上我们家长青了吧 我没猜错吧 潘兄啊 真让你猜准了 潘兄 你觉得我们家金睿 高不高资格 哪里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呀 好啊 潘兄 那咱们这亲事 就算是说定了 咱们这样 明天晚上 带着孩子们 到我的华雅酒店居一居 顺便 把咱们双方的合约 一块签掉 好 太好了 金总啊 就这么说定了 定了 好 金伯伯 潘叔叔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这 好 没事没事 好 请 走 魏森 嗯 你说家伙这是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了 到现在还得能哭呢 大概是 没让他去陪金睿吧 其实啊 这是金董的意思 要知道 这次的合作 对婶婶来说非常重要 我看金董 对长青的印象相当好 我看他们也蛮般配的 魏森娜 你心里面也别光想着长青啊 也要替嘉惠想想 女孩子的心思嘛 你懂的 听说要见的是金睿 嘉惠兴奋了好几天 同样是女儿 你干嘛不帮嘉惠 争取这个机会啊 你在说什么呀 长青那是沈氏的接班人 那华雅迟早是金锐的 他们两个人 才是门当户对 天作之和 贾惠 贾惠有什么呀 亏你想得出来 对 长青啊 爸爸就是提醒你 别忘了一会儿和金董 和金锐见面 我不想去 为什么呀 我就是不愿意去陪那个人 胡闹 长青啊 你以为这是开玩笑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的吗 爸爸 你别生气 我去就是了 再见 姐姐 长青 这里有一群人好凶啊 我好害怕 你快过来啊 快过来帮帮我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学校旁边的酒吧 好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